巴公是一个平凡的大学生 除了读书以外 他的所有热情都投入到电竞之中 但最近却有新的热情 冲淡了他对电竞的热爱 以至于连游戏也玩不进去了 在电竞比赛中 巴公屡屡出神 害得团队在比赛中一次次失败 听到巴公的答复 队友震惊了 没有什么比身边的人脱单 更让人感到难受的 尤其脱单的那个人 还是一个内向的死宅 一瞬间羡慕嫉妒的情绪 交集在每个队友的心头 直到他们听见巴公是网恋 心里才顺境平衡 队友们变怜很快 他们一得知巴公是网恋 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乐子 原本不快的情绪 转为了对巴公的嘲弄 他们戏谑地拿巴公一紧张 手心就会冒汗说事 并声称 像巴公这样的废柴 是不会有真人喜欢的 巴公不爽地回到家中 可是在家里 巴公的情况 却并没有比他在学校好上多少 他在家里的地位很低 处处受到妹妹的压制 好在网恋女友麻衣 及时出来安慰他 才让巴公的心里好受一些 可是经历了半天的嘲讽 巴公的心里也有不服气的情绪 他一口气将麻衣的购物车 全部清空 并约麻衣出来见面 好叫那帮胡朋狗友看看 他巴公不是什么废柴 他巴公也是有可爱女友相伴的 巴公的事迹很快在班里传开 他双目无神的样子滑稽可笑 一众胡朋狗友自然不会放过 这个嘲讽巴公的机会 他们来到巴公的身边 对他进行了轮番的羞辱 老师看到巴公的状态 觉得奇怪 叫他一同来到办公室 询问关于陆院科西的事 这个陆院科西和巴公很像 两人都是死宅书呆子 但最近科西失踪下落不明 老师想着能不能通过巴公找到科西 但巴公和科西不熟 更何况现在他急于证明自己 更无暇顾及什么科西 于是便也说不出什么线索来 可巴公没想到 他的好友胖子却知道科西的事 胖子还关注了科西的伯克 就在不久前 科西在博客上发布了一段咒语 胖子推测 这可能是某种召唤仪式 他知道巴公最近失恋 于是笑着问巴公 是否想要召唤一个女友 回到家中 巴公迫不及待地按照规范 摆起了仪式所需的阵法 他激动地念出咒语 但换来的却是一片死意般的激进 巴公放弃了仪式 倒头睡下 他没有看见的是 随着他的闭眼 一抹紫色的幽光化作火焰 在阵法上闪耀 随着仪式的生效 巴公的桃花韵也终于到来 巴公石化在原地 他的心碎成一片片 石魂落魄地走在校园的路上 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一个女人从天而降 落在了巴公的身前 看到这个奇怪的女人 巴公落荒而逃 她一路逃回家中 却不想 还不等她得一息的喘气 女人便又凭空出现在了她的房间 迫不及待地把巴公推倒在床上 如狼似虎般地就要为巴公宽衣解带 好在母亲及时来送衣服 才救下可怜的巴公 巴公慌了 她见这女人诡异无比 便找到了给她咒语的胖子 并希望从胖子那里得到说明 可对于巴公的话 胖子是一个字也听不进耳朵 她直到巴公在湖边乱造 直到女人出现在了胖子的面前 女人对这事念念不忘 可巴公只想要一段甜甜的恋爱 她希望女人能和她从约会开始 先培养感情 再考虑那方面的事情 听到巴公的话 女人觉得事不宜迟 起身就带走了巴公 也就在这时 巴公才知道 女人叫做伊姬 她的春心又一次萌动起来 只觉得自己的幸福就在眼前 可就在这时 他们撞见了证人 证人见伊姬长得漂亮 便约伊姬参加他表哥损人举办的派对 看到证人的邀请 巴公非常不快 可没想到 伊姬居然决定要去损人的派对 没有任何的办法 巴公既然不愿意让自己的爱情就此死去 稍微等一下 便只能洋入虎口 偷偷地混进派对之中 他在派对中找到了伊姬 并向伊姬表明 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 于是 二人便来到了一个小房间之中 随着派对越发的热闹 伊姬和巴公二人也奏起了冰与火之歌 巴公幸福地笑了 玩事后 他开心地漫步在派对的人群中 不想在这时 胖子找到了他 一听到胖子的话 巴公慌了 他急切地开始在派对里寻找起伊姬 却得知自己的头顶戴上了一顶绿油油的高帽 伊姬竟然跟损人走了 文言 巴公和胖子 连忙来到损人所在的房间 而当他们夺门而入后 却看到眼前惊悚的一幕 损人有伴的声音 恰好在门口响起 眼见门就要被推开 伊姬却忽然失法 带着巴公和胖子 在阴影里穿梭 不一会儿 三人就回到了巴公的房间 伊姬杀人不眨眼的性格 吓到了胖子和巴公 胖子落荒而逃 只留下巴公一人 无所遁形 在恐惧的支配下 巴公只好听从于伊姬的指令 而另一边 警察赶到了损人的家中 他们看到损人的无头死尸 也觉得诡异 并且警察发现 损人的房间 也有许多关于超自然的书籍 这种超自然的流行趋势 和一起起案件之间 究竟有什么关系 警察就推断不出来了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时 一个古怪的男人 乔装成了警察的模样 混进了损人的房间 男人在损人的房间内 挥洒了一片粉尘 紧接着 伊姬杀死损人的影像 便出现在了男人的眼前 他确认了杀死损人的是伊姬后 便离开了现场 而此时的伊姬 对男人的出现 却毫不知情 他急于与巴公 加强彼此间的联系 便霸王硬上弓 激情的愉悦 也很快冲淡了巴公的恐惧 伊姬需要收集诅咒者的人头 但他知道 仅凭自己的力量 是无法做到的 他需要巴公的帮助 但同时 伊姬也看出了巴公的犹豫 不过伊姬毕竟不是人类 他并没有联想到 巴公的犹豫是出于恐惧 而只是认为 巴公并没有全身心地 与他融为一体 于是伊姬生出了一个 跳跃度十足的想法 那便是与巴公结婚 他料定 只要与巴公结为伴侣 就可以消除巴公的一切犹豫 就这样 伊姬去准备置办婚礼的行头了 而巴公也终于得空出来喘气 他第一时间找到了胖子 将伊姬还要收集更多人头的事 尽数告诉给了胖子 并想要胖子为他出谋划策 见自己的好兄弟 从一个苦恼陷入了另一个苦恼 胖子没有办法 他只能给出自己的意见 那便是通过其他的仪式 破解掉巴公和伊姬之间 似诅咒一般的联系 事不宜迟 二人即刻来到图书馆 在一众超自然现象的书籍中 寻找破解诅咒的办法 可是 当他们来到图书馆后才发现 那些书籍上的咒语 他们一个字也看不懂 恰好图书馆的管理员 亚丽莎女士路过 她恰好又认得书上的文字 于是 胖子和巴公就连忙向亚丽莎请教 他们想得到驱逐妖怪的仪式 而亚丽莎也不负所托 她很快就从一众藏书中 找到了驱魔仪式 并交给了巴公二人 巴公和胖子一看到仪式 便欣喜若狂 他们相约 在附近废弃的学校里 要在那里举行仪式 将伊姬彻底驱逐 夜间很快到来 巴公和胖子来到废弃的学校 他们摆好了仪式 便等待起一击的到来 不多时 伊姬便身着一身和服 出现在巴公的视野里 这一天 她在全国各地 学习日本的习俗与舞蹈 就是为了在今晚的婚礼上 为巴公献上 巴公献上 一击舞完一曲 便认为婚礼已成 他泰然自若地走向仪式 没有遇见危机正在靠近自己 随着巴工的一声令下 驱逐仪式展开 见胖子竟想要驱逐自己 一击怒不可遏 他毫不犹豫地对胖子出手 恐惧支配着胖子反抗 我还有武器 我还有影 就在一击要出手杀了胖子时 巴工终于屈服 他向一击祈求与许诺 从今往后他都听一击的 只要一击放了胖子 听见巴工的承诺 一击终于手软 他将胖子放下 但气却一点也没有消除 一击决意不再搭理巴工 直到巴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止 就这样 一击独自一人走在日本的街道上 而他的行踪 也终于被古怪的男人锁定 男人凭空地出现在了一击的身后 男人凭空地出现在了一击 男人的实力强大无比 就是一击也不是他的对手 甚至于一击引以为豪的控制阴影 也被男人轻易破解 就在一击为此诧异之时 他这才知道 原来男人的手里 沾满了他铜足的鲜血 并用他铜足的血 炼制了可以控制阴影的项链 一击败了 但他在最后关头摧毁了男人的项链 这才得以逃出生天 他回到八宫的房间 却不搭理他 夜里独自疗伤 白天又独自离开 夜里独自疗伤 而男人则因为失去了项链 不能再控制阴影 他回到自己的基地 将他亲手杀死的柯链复活 我目睹了 并要柯西 遵从着自己的秘密行动 男人的阴谋即将展开 而另一边 回到八宫房间的一击 却发现了八宫 为自己准备的早餐 一击的怒火终于消散 他来到学校找到八宫 却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伤势 八宫见一击受伤 匆忙地就要带他离开校园 他们来到一家寺庙的后山 这里的山泉十分纯净 一击只是引下一口山泉 身上的伤口便彻底消除 他一边精益于这口山泉的神奇 一边被这后山的美景折服 在这良辰美景的渲染之下 八宫和一击动了情 与此同时 八宫的父亲犬寺警官 来到了损人的家族企业 在集团里 犬寺见到了损人的父亲 他想要从损人父亲的口中 找到那个杀人凶手 但损人的父亲显然知道一些什么 却没有想要坦白的心意 他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了些 什么保护 使命 责任 便抱病不再接待权私 八宫和一击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 在下山时 他们撞见了一个扫地的僧人 僧人告诉八宫 这座城市包裹着魔力 如果日后有需要 可以随时来寺院里找他 八宫和一击觉得僧人奇怪 便也不多想地就离开了 而八宫又想到 一击一直住在自己的家里 不像一回事 他担心一击的事被家人发现 便为一击在废弃的学校里 找到了一处临时住所 并安排一击住下 他还劝一击不要杀人 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人 于是一击便将一切都告诉了他 原来在很久以前 人类和妖怪是和平共处的 可是后来 人类背叛了妖怪 一击的母亲就死在人类的手下 当时人类的五大家族联手 用庞大的封印 将整个妖族封印在阴间 让他们永世无法再建光明 只有杀死五大家族的人 妖族才能重建光明 而损人的家族 就是五大家族之一 八宫将一击从黑暗中解救出来 可一击的使命 就是用五大家族的人头 解救更多的族人 因此一击做不到不杀人 知道了一切 八宫终于暂时放弃了劝说一击 为了找到剩下四大家族的传人 一击需要找到一个龙勾玉 龙勾玉能够锁定五大家族的守护者 只要找到了龙勾玉 一击就能够更快地解救族人 而经过了一击的搜查 他最终发现 那龙勾玉就在八宫学校的展览室里 眼见着一击要取得龙勾玉杀害更多的人 八宫纵使无法劝说一击 也不愿意助纣为虐 于是一击便丢下八宫 打算一个人去取得龙勾玉 见一击行动如风 八宫陷入了迷茫 他独自来到寺院 见到了那位古怪的僧人 并向其请教关于魔力的事 从僧人的话中 八宫仿佛看见了希望 如果说连觉鬼莫测的魔力都能够改变 那么一个人的决心也未曾不能改变 但僧人又说了 如果想要改变一个人 就得先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坠入空书的劝说 八宫陷入了沉思 而一击已经找到了展览室 他用魔力幻化出一只猫 想要从展览室老师的嘴里 问出龙勾玉的下落 却不想 他的小阴谋被无情地戳穿 这软的步行 一击只能采取强硬的手段 一击见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便准备杀了老师 可就在这时 八宫劝自己不要杀人的声音 回到在一击的耳旁 终于让一击放下了屠刀 转身离去 一击回到了八宫的房间 他需要八宫帮他找到龙勾玉的下落 可是网上关于龙勾玉的所属人 全是匿名信息 想要找到龙勾玉主人的真实信息 需要借助黑客的力量 就这样 八宫带着一击来到了电竞社 一众狐朋狗友无法接受这一现实 他们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侵害 但八宫此行的目的 却并不是为了炫耀 他带着一击是来找电竞队的光的 光精通黑客技术 能够帮助一击找到龙勾玉的下落 可是一众电竞队成员却不乐意了 他们要先开一把游戏 等游戏时间结束后 才能让光去帮助八宫 没有办法 八宫只能坐下陪着大家一起打游戏 但就在这时 他们的电脑却全部被黑客黑入 光的技术十分硬核 话音未落就定位到了对方的位置 对方竟然就在学校的图书馆里 得知了对方的位置 电竞队全体出动 在图书馆里开始寻找起黑客的真身 而光更是很快地锁定到了对方的具体位置 那个黑客就在图书馆的地下室 于是众人连忙来到地下室摸索起来 可是他们找了许久 却没有看到一个活人 就在这时 一击推开了一个书架 将书架背后的密室展露了出来 几人就这样 探索起了这间神秘的密室 却不想 密室的背后 竟藏着条极为深邃的地下通道 一只巨大的老鼠 凭空出现在通道之中 光和胖子见到老鼠 不禁落荒而逃 一只刚一说完 如同僵尸一般的柯西 就出现在了二人的身前 柯西怨恨地看着八公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辛辛苦苦地召唤 都没有召唤出一只 而八公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柯西不顾一切地朝八公扑去 却被一击无形地击杀 一击暂时不是男人的对手 他只能和八公撤退 二人一脱离地下通道 一击便使用在阴影中穿梭的能力 带着八公逃出生天 并将男人的事全部告诉给了八公 原来男人名叫天海 是五大家族的武士 不过他早已死了 现在只是一具活死人 他负责追杀一击 如果不是五大家族的人死 死的人就是一击 而一击与八公的性命 早已经连接在了一起 他们俩人任意一个死去 另一人也无法在世上存活 听到了这个情报 八公想起了僧人对他说的话 他在此刻终于理解了一击的处境 于是也便更想要帮助一击 而另一边 五大家族的首脑齐坐一堂 他们终于统一了战线 此时唯一共同的目标 就是除掉遗击 但更令人诧异的是 寺院的僧人竟也坐在这里 犬寺警官和他的助手 在夜间找到了地下通道 他们沿着通道开始探索 却发现了天海的身影 以及柯西的尸体 案件的真相 逐渐在警方的视野里呈现出来 而一击此时也陷入了迷茫 他一边决心为母亲复仇 解救族人 一边又被八公的善良感化 总有放下屠刀的冲动 他来到母亲的墓前 希望得到母亲的指示 以及不爽地回到自己的临时住所 没想到八公已经在住所里等他了 八公利用光教给自己的方法 正在各大网站里寻找龙沟玉的下落 可是陷入迷茫的衣机 却有些提不起兴趣来 胖子对八公最近的状态很是担心 他找到了亚丽莎 将他所知道的全部告诉给了亚丽莎 他本不指望得到什么 却没有料到亚丽莎竟然相信了她的话 并且亚丽莎还能感受到学校里残留的妖气 此时的衣机对什么都提不起进来 他为自己的困惑 与族人的苦难而烦恼不已 可就在这时 八公的妹妹和母亲 却忽然撞见了二人 母亲二人对一姬非常好奇 不知道这个女孩是怎么瞎了眼地看上八公 不过一姬毕竟是八公的女朋友 母女二人在一阵喧闹后 还是约一姬晚上来参加犬寺的生日会 就这样八公带着一姬窘迫地逃开 一直到夜里才回到家中 八公和一姬尴尬地走进客厅 而胖子和亚丽莎也随后赶来 他们要趁着犬寺的生日会 将一姬和八公之间的联系彻底清除 所有人都得到了惊喜 唯有犬寺没有 不过犬寺也不在意这些 八公的母亲很快将犬寺带到了八公身边 想要将一姬介绍给犬寺 但父子二人平日里缺乏沟通 此时单独聊天便显得有些尴尬 不过好在一切都能平安收场 生日会过去了一半 妹妹忽然熄掉了灯光 她向嘉宾们介绍起了 犬寺夫妻相爱的过程 并邀大家共舞 幸福 看着犬四夫妻在舞池中 充满爱恋与幸福的舞蹈 巴公也想借着死情死景安慰伊姬 想要伊姬暂时放下仇恨 享受眼下的美好 可是伊姬不能忘记使命 她断然地拒绝了巴公的意见 而亚里莎也趁此机会将伊姬带到一旁 她要与伊姬单独谈话 可是亚里莎的伪装 却被自己的饰品揭穿 伊姬认出了她是五大家族的人 便毫不犹豫地拔刀 眼见着自己不是伊姬的对手 亚里莎只能采取攻心的方法 她告诉伊姬 伊姬是个妖怪 是永远无法与人类和平共处的 伊姬无喜无悲 她将亚里莎丢到了远方 因为紧记着巴公的话 所以没有夺去亚里莎的生命 而胖子也很快地接到了亚里莎的电话 她连忙找到巴公 想要巴公回头 巴公铁了心地要站在伊姬的身旁 并想要阻止伊姬杀人 她虽然无法联系到伊姬 但却知道伊姬一定是去了寺院 因为她先前将龙高玉所在的位置发给了伊姬 而那个位置就在寺院 果然不出巴公所料 伊姬独自一人来到了寺院 她受到亚里莎的话的刺激 因而更加急于完成自己的使命了 僧人接待了伊姬 并热情地带领伊姬去寻找龙高玉 僧人用福总查控制重人一击 并向伊姬展示了她的龙高玉 她对伊姬进行了一番嘲讽后 便打算用道具将伊姬的魔力全部吸收 她一边朝伊姬走近 一边告诉伊姬 巴公曾向她询问过如何摆脱妖怪 她的话终于激怒了伊姬 巴公踩着电动车一路飞驰 她不顾一切地朝着寺院的方向拾去 可是当她冲进寺院后 却只看见了伊姬的身影 一击僧人的人头 忽然巴公从幻想中惊醒 她等到了眼前的红灯转绿 便急不可耐地冲进寺院 当她冲进寺院时 僧人已经被打败了 但伊姬却并没有杀她 她还在迷惘之中 见伊姬还在犹豫 巴公也便顺势用言语打消了伊姬杀人的念头 终于让伊姬饶了僧人 看着僧人逃跑 伊姬的手上没有再沾一条人命 巴公紧绷的心弦终于松懈 双眼一闭就昏倒了过去 当巴公再醒来时 一切都变了 伊姬已经彻底地融入她的生活 他和伊姬一同陪伴家人 伊姬陪她一起电竞 巴公也和胖子和好了 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最美好的 他和伊姬在夜里独处 一起共舞 一起回忆 一切都是那么的幸福 可是巴公却在这种幸福之中 逐渐星星 他知道 眼前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幻梦 人睡够了总是要醒的 当巴公睁开眼时 眼前只留下残酷的一幕 伊姬已经杀了僧人 并砍下了僧人的头颅 是他给巴公施加了幻术 让巴公以为一切都还是好的 看到这一幕 巴公崩溃了 从一开始 他就一心想要阻止伊姬杀生 可是他现在又清醒地意识到 伊姬是无法放下自己的使命的 巴公放弃了 他不能够接受这样的生活 这种充满杀戮与躲藏的生活 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所能够承受的 既然幸福已经将自己隔至门外 那么也许断了练想才是最好的选择 本来 こんなことを望んだわけじゃない 僕バカだから 今でも希望を持っちゃった これ以上無理だよ 八公与伊姬分手了 而一夜未归的俩人 却引起了犬四的怀疑 犬四先前在柯西死去的那个地下通道里 捡到了伊姬的饰品 便对儿子最近的奇怪表现也有了怀疑 就在这时 助手忽然带来消息 柯西的尸体竟离奇失踪了 通过监控 犬四等人看见 是一个神秘的男人 蒙着面将柯西带走的 情况变得复杂了起来 而另一边 胖子和亚里莎带着光一同乘坐火车 他们要去亚里莎的家乡 借助亚里莎长辈的力量 将伊姬送回阴间 不过在此之前 还需要先将八公和伊姬之间的联系解除 否则 当伊姬被驱逐之时 八公也会被伊姬带走 与此同时 警方也发现 损人家族的公司旗下 有一片空壳废地 他们曾跟踪损人集团的律师 找到了地下通道 此时这片废地就显得格外瞩目 全市将律师曾走过的几个地点 以及废地联系起来 没想到几处位置连在一起 竟成了一个五角星的模样 见到这诡异的路径 警员即刻出动 要探查清楚一切的真相 警方出动 五大家族也不能镇定 如今五个守卫者 已经有两个死在了伊姬的刀下 他们急于保住自己的人头 但最关键的是 就连五大家族也不知道 第五个守护者是谁 他们要先一步将第五人保护起来 不能让伊姬凭借龙高玉找到他 于是一场角逐即将展开 另一边 全市顺着五角星的路径来到了寺院 他看到了寺院门口八公的电动车 心生疑虑 于是匆忙地闯进寺院 全市一进寺院 便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八公 而八公看了看父亲 又看了看自己身后僧人的尸体 只觉得百口莫辩 八公被父亲带去了警局 并即刻有犬寺对他展开审问 面对父亲的审问 八公一言不发 可当他看到父亲真挚的眼神 以及听到那关切的语气时 八公终于敞开了心扉 他将一切从头至尾地告诉给了犬寺 可是这些光怪陆离的话 让犬寺愣住了 另一边 胖子一行人也来到了亚丽莎的家乡 在亚丽莎的带领下 三人走进了一间密室 可是胖子却觉得奇怪 偌大的一个房间里 却不见亚丽莎亲人的身影 亚丽莎没有隐瞒 他告诉二人 自己的父母死在了妖怪的手下 而现在这个房子 由他的叔叔打理 三人开始寻找起了 卷轴 而八公在审讯室里 却忽然听见了一击的声音 没有想到 他和一击虽然分手了 但彼此的心却更加靠近 如今二人可以凭借着心声交流 看着八公对着空气说话 助手觉得八公一定是疯了 可他没有想到 只是他一眨眼的功夫 八公就从审讯室凭空消失 一击帮助八公越狱 却没有出面见八公一面 他独自运用龙沟狱 要找到剩下的三个守护者 却没有出面了 让是洗烤者 我找到剩下的风吹 就算了 我找到剩下的东西 就算了 剩下的风吹 原来的发现 闭嘴 我找到剩下的风吹 我找到剩下的风吹 缓急 这第三个守护者可以变化成各种模样 他不断地嘲弄着一击 在人群中随意地变化 他的尽量将一击绕晕 可就在这时 一击有了发现 一击凑齐了三个头颅 很快便找到了第四个守护者 而第四个守护者也早已经恭候他多时 如今只剩下最后一个头颅 一击还没有行动 天海就先一步来到了亚里莎的家门前 他要用巴工伙伴的命来逼出巴工 并将巴工杀死 已彻底铲除一击 天海的实力超群 他带领着自己的活死人军团 很快就破除了防御阵 巴工眼见着天海要杀了自己 他连忙搬出谎言 声称自己的死 并不会引起一击的死亡 相反 如果巴工死了 一击便会陷入狂暴 他的谎言 让天海分辨不清真假 但总归是暂且饶了巴工一命 于是 众人齐坐一堂 亚里莎向天海说明了他的计划 只要用卷轴解除了巴工和一击间的联系 再将一击送回阴间 一切就都结束了 可是天海却并不认同这个计划 因为他发现了 亚里莎就是五大家族 亲力寻找的第五个守护者 也就是说亚里莎也是一击要击杀的对象 从天海的口中 众人听到了一个版本不一样的故事 很久以前 妖怪祸害人间 是五大家族极力封印的妖怪 并祖祖辈辈选出传人维持封印 所以 他们成为了妖怪报复的目标 并总被妖怪纠缠 听到这个故事 亚里莎终于知道了 原来父母的死 就是因为妖怪的蓄意迫害 她向叔叔确认了这一点后 便改变了自己原本的态度 于是 胖子一行人和天海的活死人军团 开始合作 寻找能将一击送回虚无世界的卷轴 在这一过程中 八公向胖子道歉 二人兵士前嫌 重归于好 而亚里莎也很快找到了卷轴 现在只需要找到一个可以布置法阵的地方 一行人就此决定 将最终的战场定在定竞比赛的现场 一击回忆起母亲惨死在自己怀里的场景 沙姆之仇 封印族人之仇 这些都让他与五大家族不共戴天 如今仪式只差最后一颗人头 他势必要将它拿到 一年一度的电竞传奇杯如期举行 八公等人的比赛在下半场 如今众人正坐着大巴车 缓慢地往现场赶 而犬四已经找上了律师 他要律师告诉他八公的下落 犬四特意来找律师的茶 就是为了将定位器给他安上 就这样 各路人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切都在今晚的比赛上见面 这天夜里 八公一行人缓步走进比赛现场 天海和他的僵尸大军 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比赛的号角急张吹响 可就在这时 天海黑入了大屏幕 他用他那张阴森的脸 开始驱逐在场所有的选手与观众 现场变成一团糟 尖叫声惊恐声响彻现场 转瞬间 比赛现场就空无一人了 见场地空旷了起来 八公一行人开始准备道具布置阵法 势必要在今晚将一击驱逐 一击带着龙狗羽缓缓地走来 他看到亚丽莎 便确认了亚丽莎就是最后一个守护者 看着天海身着铠甲 一击忽然认出 天海就是杀了母亲的那个武士 他顿时愤怒起来 可就在他要击杀天海之时 亚丽莎的法阵已经完成 一击无力地倒在地上 成了任人宰割的鱼祖 可就在亚丽莎要开始驱逐一击时 天海却忽然翻脸了 她的计划里并没有驱逐一击 她自始至终都只是想要杀了她 她落在了龙狗羽的旁边 看到龙狗羽不停地闪烁 这时与祖母的记忆忽然涌上巴弓的心头 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或许才是第五个守护者 就在天海要处决一击的时候 柯西却忽然发了疯 她将阵法破坏 让一击得到一时的空隙 而一击也顺势反伤了天海 天海死了 一击只想要夺走亚丽莎的人头 但就在这时 巴弓却拿着龙狗羽站了起来 一击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但巴弓却心甘情愿地 要将自己的头颅奉上 他只求一击答应他一件事 那就是让自己成为死在一击手上的最后一个人 一击看着巴弓的脸 他无法下手 就在这时 亚丽莎念出了驱逐一击的咒语 随着一道圣光降下 一击与巴弓别离 就在众人庆幸之时 巴弓显得格外的懦默 而一阵笑声 却忽然悠扬地传来 损人集团的律师缓缓地走了出来 他同时也是亚丽莎的叔叔 他现在要亲手杀了巴弓 犬四及时赶到 警方即刻将律师逮捕 而看着自己的儿子失魂地跪在地上 犬四上前给予了他一个拥抱 一个月后 事情全都告一段落了 所有的罪名被律师担下 律师被关进大牢 但表面上的平静 却无法驱逐一切暗潮涌动 主持五大家族会议的婆婆来到监狱 他已经知道 将召唤妖怪咒语放出去的人就是律师 但他很感谢律师 因为死了那么多守护者后 他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进化 他将律师灭口 并潜伏在表面平静的城市之中 亚丽莎在整理家中物品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律师事先录好的视频 原来 律师已经遇见了自己的死亡 他在视频里向亚丽莎说明 杀死亚丽莎父母的 其实不是妖怪 而是五大家族 各方势力再次开始暗中行动 不知道这一切的巴公 独自怀念伊姬 却不知道 伊姬已经回到了现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